如果專制不足和過動匯約不作處理的話 其實可能會帶給小朋友很多問題 例如過動匯約的話 可能他們經常被標籤做很頑皮、不乖 但其實他們想乖的時間都乖不了 甚至有時會做出危險的行為 有機會影響安全 例如連他自己標籤自己都是很頑皮 可能長大後便會覺得自己很頑皮 甚至會有些行為上的問題 甚至有機會增加一些衝動、成癮的問題 例如喝酒、吸毒、賭博的風險亦會增加 而專制不足的小朋友可能被標籤做 他很懶、沒有心機 長大後好像一份工作都做不長 或者學業成績不太好 其實會很影響自信心 或者將來社交時間的自信心問題 有時甚至會引申為一些抑鬱 或者焦慮症狀 所以我們建議小朋友 其實在盡早的時間 分了ADHD的問題出來 及早去醫治 尤其是十歲的時間 之前他標籤成份不太高 他自己也不會那麼快 自己標籤自己是一些有問題的小朋友 對於將來影響他的社交、自信心 是會好很多的